直指中共脅迫 蓬佩奧呼籲抵制北京冬奧会 不堪中共非人道防疫 美国授权撤离外交官 乌克兰危机加剧 军事专家分析中共是否趁机攻台 中共导弹专家投乘美国 重创中共超音速导弹计划 党媒发出野心家涉拳警示 习近平布局军队防兵变 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1月27日星期四 欢迎收看《纪元头条》 我是雪儿 北京冬奥开幕临近 1月25日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再发推文 呼吁抵制北京冬奥 蓬佩奥在推文中说 上个星期 北京冬奥组委会警告说 到访的运动员 如果发表违反中国国家安全法的言论 将会受到惩罚 全世界应该团结起来 反对在北京举办奥运会 抵制北京奥运会 这已经不是蓬佩奥第一次 在推特上批评北京冬奥 21日他曾发文警告 中共监控运动员的健康程序 存在重大安全漏洞 中共会寻找任何机会来收集信息 并警告所有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 必须了解前往北京的巨大风险 北京奥运2月4日开幕 中共当局近日实施严厉的防疫措施 要求外国外交官和普通公众一样 需要在设施里进行几个星期的隔离 由于隔离中个人没有行动自由 这个举措可能导致美国撤离外交人员 路透社1月25日引述消息人士说 由于美国政府无力阻止北京当局 对驻华外交人员采取侵犯性的疫情防控措施 美国国务院正准备收拳撤离在华外交官和他们的家人 因为美国外交官表示 他们对中共强制外国外交官和家属进行COVID发烧检查 以及与家属儿童分开隔离感到不安 他们认为美国应该采取报复措施 美国大使馆至今仍未得到中共当局 合理对待美国外交官的保证 美国大使馆进行的一项内部调查显示 多达25%的员工和家属会选择尽快离开中国 乌克兰危机不见死毫缓和迹象 俄国12万大军压境 美国五国大楼1月24日收到拜登总统的战略急令 要求8500名美军士兵提高战斗准备 在必要时部署到乌克兰 与此同时中共是不是趁机入侵台湾 也成为关注焦点 目前没有确实的一战必胜的能力之前 他对台湾发动攻击 等于是一个政治上的自杀行为 因为一旦发动这个所谓的对台湾的 两栖攻击或三栖攻击失败几率非常高 2022年的10月是中共二十大 是习近平先生三年庄的关键 所以他不能承受任何的这种政治风险 如果北京要打台湾 他必须要做很大规模的军事动员 跟人员的疏散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目前没有任何迹象 所以说这种可能性就几乎是零 可是不可否认 他必然会去注意到说 那你美国如何去因应其他国家的军事上的挑衅 尤其是俄罗斯 因为你如果会直接派兵介入的话 那中共当然会再三考量 他是否可以去抵动 英国《金融时报》报导 中共海军常态性出现在日本琉球群岛 东南方和台湾东部附近海域 这个也逼使台湾必须修改作战计划 军事分析家认为 如果中共攻打台湾 西太平洋将会是美国和中国可能发生冲突的地方 美国国防部24号宣布 美国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已经驶入南中国海进行演奋 还说美军的双航母战斗群 将会在南中国海举行包括反潜作战 空战以及海上拦截等演习 以强化战备 美国目前派了3加2航舰的打击力量在印太区域 也就是给北京一个明确的嚇阻的讯号 等于说从政治、军事还有经济的压制 这都让中共采取军事冒险的几率非常的低 那当然台湾也不会掉以轻心 也就是保持警戒 但是不用过度的忧虑 我想这才是可以真正稳定区域和平的做法 专家认为美国航母战斗群 每年基本有经常性的饮份 但是双航母舰确实小见 可见美国展现抗衡中共的决心 从美国最新的民调来看 就是美国民众认为美军应该 支援乌克兰军事行动的比例只有不到两成 可是认为如果台海有事 那美军支援台湾的支持率 竟然高达将近80% 所以从地缘政治到实际上的重要性来看的话 乌克兰都没办法跟台湾比 在台海情勢紧张之際 传出有中共导弹专家 叛徒美国 1月23日英国每日快报Express说 军程陆处MI6 协助一名中共飞弹科学家 逃离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 文章说 该投资人员是火箭技术专家 提属中共直接管控的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他帮助开发了一种 能够攜带东风17飞弹 射程达2000公里的 中程高超音速 助推划长飞行器 消息人士说 这位30多岁的科学家 参与了更先进的 高超音速飞弹运载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从太空降落前 环绕地球 并使用热沉技术 打击地球上任何目标 虽然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但就没有得到升职和上层的重视 因此心怀不满 他在去年9月底 与香港英国情报机构取得联系 以高超音速 滑冰场飞行器有关情报信息作为条件 连同家人一起寻求庇护 该技术专家和家人通过专设通道 成功脱身 到达了前英国殖民地的安全屋 并向军程陆处 专案小组回报了他所掌握的情报 以及备份的技术数据 之后他们被带到德国的美国空军基地 并向中央情报局CIA回报 随后飞往美国 高超音速武器是目前美中俄 在军事竞争中的关键领域 这种弹道导弹的飞行速度超过5码 而且由于助推滑场运载工具轨迹 比传统弹道飞弹更难预测 因此拦截非常困难 根据2020年美国国防部的报告显示 在该技术方面 美国仍落后于俄罗斯投怀中国 俄罗斯和中国在2019年发射了 用于测试和训言的弹道飞弹数量 超过世界其他地区的总和 对于中共飞弹科学家的投诚 一名情报人士说 对于中共专家叛徒造成的影响 估计中共至少需要两年时间才能消除 在这个领域两年时间足够做很多事 在中共二十大前 中共高层呈现出内斗日趋激烈的迹象 习近平似乎只是专注将窗口朝向内部 对付反习势力的挑战 1月21日习近平再度晋升七名上将 大致完成了五大战区和五大军种的主观人士报局 大纪元时事评论员沈周表示 这次晋升的上将有个需要关注的特点 在七人里面有五人是政工职位 也就是监视军队高层的职位 包括北部战区政治委员刘青松 中部战区政治委员徐德青 陆军政治委员陈树同 海军政治委员袁华智 武警部队政治委员张鸿兵 中共五大战区五大军种和武警部队 共有11个政治委员职位 这次一口气就换了五个 沈周表示 军队政工干部最主要任务 不是做什么思想政治工作 而是监督同级的军队主观 特别是要随时掌握可能发生的政变讯息 因此军队政工干部对中共领导人很重要 沈周分析 为了二十大习近平需要确保军队的绝对中心 目前需要时刻准备窗口对内 防范征敌 防范被认为可能有威胁的力量 调转窗口倒戈 习近平没有军中经历 军中人物不足 最近传闻军中太子党成员上将楼亚州被内控 突显军中并不平静 现居美国的前中共海军司令部宗教军官姚成 1月5日对大紀元披露 这些军官和习近平并不是一条心 现在党内军中对习近平的反对声音太强 今年1月4日 习近平发出军委2022年1号命令 不再提罪招备战打仗 明确提出迎接和保证中共二十大的举行 军队出现人事异动的同时 军队也罕见重提野心家、阴谋家 敲打习近平的政治对手 1月21日 党媒《学习时报》发表《小圈子破坏大规矩》一文 文章点名三名落马官员 江苏省委秘书长赵少伦 甘肃省原副省长余海燕 海南省委军民融合发展委原办公室副主任裴成敏 说一些落马的大老虎背后 往往都有一个个 挖明挖暗挖松挖紧的帮派圈子 文章还说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 窃取党和国家的权力 大纪元时事评论员岳山分析 文中点名三名落马官员 实际指向他背后的派系势力 野心家、阴谋家 赵少伦背后是江泽民、令计划、周永康 余海燕背后有郭伯红、培成敏背后就是曾庆红 岳山认为类似这种令党媒出来放风警告一下野心家的做法 相信在中共二十大之前这段时间还会不时出现 至于习近平是否会最终对江曾下狠手 需要观察内斗的激烈程度 旅美作家、经济学家何青年1月25日在大纪元赞文指出 种种迹象表明习近平正在全力对付中共党内 最后一支有挑战能力的暗盘力量 就是江曾势力 党内势力现在只有江曾这一派能够向习近平挑战 不满习的各种力量都寄望于这个势力出来和习对阵 习近平要防的就是反习力量的糾合 习近平有可能干脆将大树斩下来 令反对的人失去依靠 乌克兰边境持续紧张之际 西方国家正在努力就俄乌冲突达成统一立场 美国总统拜登1月24日下午 与欧洲领导人举行电话会议 会谈之后拜登表示 美国与欧洲盟友针对俄罗斯的下部行动达成一致 拜登说我和所有欧洲领导人进行了非常好非常好的会晤 我们观点完全一致 目前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团兵乌克兰边境越来越感到担忧 虽然俄罗斯一再否认进攻乌克兰的计划 但乌克兰并不相信 北约则计划加强在东欧的部署 以阻止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同时五国大楼宣布 已经将8500名士兵置于高度戒备状态 美国和他的盟友一直在猜测俄罗斯的下一步行动 白宫估计俄罗斯已经在乌克兰边境附近集结了10万军力 并可能增至17.5万人 美国情报显示 俄罗斯有一项战争计划 如果派遣17.5万名士兵入侵乌克兰 即使有美国提供的装备和训练 乌克兰军队亦几乎没有能力阻挡 国务院表示 这个星期美国可能向俄罗斯提供有关安全保障的书面答复 随着局势升级 美国1月23日 下令撤离驻乌克兰的使馆人员家属 并敦促美国人尽快撤离 星期二 澳洲外长佩恩表示 将会撤离驻乌克兰外交人员的家属 他呼吁俄罗斯降级紧张局势 但表示不会派兵参与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星期二表示 下个星期将会访问乌克兰 他还警告俄罗斯 如果入侵乌克兰将会受到多国联合制裁 上星期日英国副首相南通文在接受BBC采访时说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风险非常严峻 不过英国几乎不可能出兵 因为乌克兰并非北约盟友 俄罗斯著名外交政策专家 劳基亚洛夫告诉美联社 由于俄罗斯和西方都在谈判中采取强硬立场 升级似乎无可避免 紧张局势会更高 但他认为理想情况下 下一轮升级后 双方将会开始真正谈判 并且会有一些回旋余地 和更广泛的议情 今日的议员头条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 守护真相永不放弃 我是雪姨 再见